各位相對一部收看《關鍵時報》 過去美國對於南海一直在強調 他擁有自由航行權 但是他沒有去直接否定 中國在這些島礁擁有的主權地位 但沒有想到龐貝奧出手了 龐貝奧竟然直接說 北京聲稱在南海擁有大部分的離岸資源 這是一個非法的 他說為了控制這些資源所實施的 他是用霸凌而且是非法 如果龐貝奧講的這些話 而且他清楚地點名 像越南 像菲律賓 像周邊國家 他跟中國的一些衝突領域 這些日後 美國會不會明白地介入 他會站在菲律賓跟越南那邊 跟中國對抗嗎 有人講 這一份的談話 是準備跟中國開戰的宣言 所以未來南海不但是兵家必爭之地 它有可能變成世界的火藥庫嗎 好 我們今天請到 我來兵隊大部長首席的財經專家 黃磊壽 你好 大家好 好 這是美島電視報董導吳梓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時事評論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資產媒體人雅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資產媒體人王瑞德 大家好 好 是喔 今天這條消息 美國國務卿龐貝奧 誰 中國在南海 所有的作為都是違法的 對 沒錯 就變成各大報的頭條 各大媒體最關鍵的題目 欸 這件事有這麼嚴重嗎 抱歉 從中美貿易大戰科技戰的冷戰 今天可能進入了正式會熱戰的可能性 熱戰 為什麼這樣說 你說這副談話以後 現在的南海 對 會變成火藥庫嗎 抱歉 澎伯社 路透社 華盛頓時報 紐約全部都說 這個進入 中美關係進入了新的一個篇章的開始 所以我們看到之前 他的三艘航空母艦到了這個地方 然後兩艘兩艘進行聯合軍演 甚至他的飛機 不斷地進到這個空域裡面 原來是為了這一天 為了這個習文做暖身的 沒錯 所以一段時間我們就想說 美國為什麼要派那麼多的重兵 在南海這個地方呢 從尼米茲號跟羅斯福號雙航母演習之後 尼米茲號又跟雷根號雙航母演習 那甚至呢 不斷地進進出出在這個南海的這個地方 這幾天不是有三艘的美國的偵察機 靠近廣東嗎 對 連續三天 對 美國的軍機一直不斷在這邊出現 你到底是為了要做什麼 包姐 今天答案終於揭曉了 美國已經做好了所有萬全的準備 他就說什麼 你美國 你中國都要聲稱了什麼 美濟礁還有仁耐礁在這個附近 你都說是你的 他就說 他不是你的 這是屬於菲律賓所有 他直接說美濟礁 仁耐礁是菲律賓的 另外一個 你在這個 包括說在越南 你跟越南的萬安灘這邊相關的這個增值 包括跟這個馬來西亞 或是跟溫蘭這邊相關的增值 不好意思 這個都不是你的主張 你的主張完全都是作廢 甚至你跟這個印尼的相關的主張 你主張也不是真的 他甚至還公開指責說 你這個九段線講到的這個增母暗殺 增母暗殺 不好意思啊 你距離中國道有一千海里 距離這個馬來西亞 只有一百海里 到底是屬於誰的 他還這樣公開的講 所以他就非常明白了 你過去中國道主張的九段線 完全都不是事實 我們小學的 中學學地理說 整個中國的領土難道增母暗殺 現在這個增母暗殺完全否決掉 而且你跟周邊國家所有的 爭議的島嶼 美國全部站在反對中國這一邊 所以他很明白嘛 就是衝著中國而來嘛 他甚至說增母暗殺 他就是個島礁 既然是個島礁 沒有這個沒有這個 所謂領土權的話 保證他很多南海 他聲稱的全部都是島礁 所以他這次這個習文 等於是把中國大陸主張的南海 所有權完全的推翻掉 全部否定 那好 他習文發表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港大的這個學者 顏麗夢 他出來說中國大陸早就知道 這個武漢肺炎會 這個人傳人的這個狀況 保證這一定是安排好的橋段嘛 另外一個包括說像美國的這個 這個助理國務卿克拉奇 他說什麼 我們現在因為2013年的時候 我們美國有跟著中國大陸建立 所謂審計交換的這個文件 當時我們美國可以同意你 中國大陸的審計的文件 但現在我把這個全部推翻 保證他這個推翻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他準備要對付所有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一共有兩百多家公司 我都用這個審計文件 把你回推的時候 你做假帳 我馬上就讓你下市 美國的這個中國大陸在這邊 大概有兩兆美金的資金 會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我不承認你 中國的審計文件了 甚至你看這幾天香港的 這個民主派的這個議員的選舉 初選裡面 相當多人參加 所以這又讓給美國一個信心 最近還有很多盟友 加入他的這個戰爭 盟友 第一個就是日本 日本的這個防衛大省這幾天 他提交了2020年版的這個防衛白皮書 他裡面特別的指責了中國大陸 指責什麼 他說中國的公務船 反覆的進入尖閣諸島 也就是釣魚台島 他說中國堅持以武力試圖 單方面的改變現狀 令事態升級無法接受 他同時還指責中國大陸在武漢肺炎 相關的這個疫情的這個試圖 加大這個影響力 甚至他還說你中國不斷的在增加軍備 對周邊的國家都提升 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脅 他甚至也點名到了南海問題 所以不是只有龐貝奧 直接講 以今天中國在南海所有的主張 所有的作為都是違法的以外 這麼巧 剛好日本就出了一個防衛白皮書 然後他的防衛大臣也直接指責 今天中國在南海他要片面改變現狀 對 所以在這麼多盟友都站在這邊的時候 美國更有底氣 那這個時候寶傑又有一個國家跳出來 那個國家叫英國 你看英國保守黨的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羅傑斯他說什麼 他說西方國家長久以來悲公屈膝 他說什麼 助長了其霸凌的行為 所以趁著現在的時候 我們要改善重新檢討中英關係的時候了 他居然用卑躬屈膝來形容以前的英國對中國 甚至在這段時間裡面 英國首相已經正式說了 未來的這個英國要5G系統裡面 完全排除華為 而且越來越多國家 歐洲國家除了德國之外 義大利什麼很多國家都說 我要排除華為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站在美國這一邊 美國當然就知道說 我這麼多盟友的時候 那我就是準備要跟你中國到開火的時刻了 所以難怪現在全世界的軍事專家 所有的政治學者全部都認為說 龐貝奧這樣的一篇文件 他是一個什麼 讓美軍未來在南海可以師出有名 對 抱歉 為什麼這樣說呢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包括所謂南海的這個時刻 我們曾經講過 在這個東盟的這個協議裡面來說 十國罕見的發表聯合聲明 他也指責了一個國家 一直不斷地用歷史的這個原因 來南海的這個擴充 對 東盟十國 是東盟先發起了這個東西 美國才有能力能夠介入這個事情 因為你東盟反對了 那我美國站在 因為第一個 我否定掉你在南海的主張 我否定到你南海主張的時候 我可以跟東盟這些國家互相合作 那這個時刻 美國就把東盟罵入懷中了 當然 接下來為什麼我們就說 未來的南海問題 有可能會插槍走火 因為第一個 中美在這個地方有非常多的演習 都要持續地展開 包括說你看解放軍 之前在西沙群島的這個演練 接下來要在東沙進行這個演練 寶姐 就在南海 另外美國接下來在環太平洋 有一個環太平洋的軍演 在八月底 正在年底的時候 他召集了美國 除了美國之外 印度還有日本還有澳洲 在這個地方也要進行一個軍演 他現在就是衝著中國而來 如果我衝著你中國而來 那中國要怎麼反應 對 所以中國大會現在呢 寶姐 那最新的消息是什麼 中國大 因為我們台灣 不是美國 送給我們這個愛國者三號的飛彈嗎 就你知道中國大會現在宣布什麼 我要制裁你美國的企業 第一個被台上斷頭台 就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他就說我們決定對你 寄出相關的這個必要的措施 所以寶姐 你一看到 中國大也開始在做出動作 他不是沒有動作 他也動作慢慢慢慢的出來 所以為什麼 所以他也不能示弱 當然不能示弱 他也不能示弱 寶姐 南海問題是我們中國 中國認為是我們固有的疆土 現在美國來挑戰 我們固有的疆土 一吋都不能吃的國土之下 你覺得中國大會怎麼做 而且他們以前還弄了什麼 一點都不能少 對 應該這樣說 南海問題其實跟台灣問題 是可以看在一起的 因為南海丟的話 其實台灣丟的話 跟南海丟的問題一樣的嚴重 所以事實上他要在周邊 就是說南海問題 我先把它這個國際化之後 台灣問題未來 也是我一個非常重要 參考的一個指標 好 董事長 過去美國在南海 雖然非常在意 因為這個是我的自由航行 這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物資石油的運輸線 可是美國進不來 因為美國在南海 沒有寸土遍地 他什麼都沒有 他根本不能介入 可是他現在來了 現在越南要跟你合作了 菲律賓要跟你合作了 印尼要跟你 印尼也來了 馬來西亞來了 他現在可以堂而皇之地 進到了南海嗎 原來中國大陸處心距離 我在這邊蓋島礁 我在這邊擴張勢力 最後便宜了美國 美國 美國本來的態度一直是比較屬於他堅持所謂的自由航行 自由空行 這個是一個國際的領 國際的空域或國際水域 他一直強調這個概念 他這個概念說 但是他並沒有去推翻中共所主張的九段線 那九段線呢 他有他的道理 因為那是一個歷史的一個故事 然後可是菲律賓也跟這個菲律賓也去申請了仲裁 所以海亞法庭申請仲裁 仲裁結果也否定了中國的這個主張 所以這個事情一直美方保持曖昧 保持曖昧的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他還是要處在一個中美關係的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 所以他雖然一直被排斥在這邊做很多活動 但是從來沒有像今天是一個新的開始 前置新的開始 公開主張你這是非法 公開主張你這是霸凌 這個開始一主張下來之後 不得了的事情發生了 很嚴重嗎 非常嚴重 因為很簡單 這個就是突然間把南海跟臺海 這整個區域變成世界一觸及發德火藥庫 不要嚇人 這麼可怕 火藥庫 當然火藥庫 很簡單一個道理 因為這美方表態很清楚 他選邊了嘛 美方已經選邊了嘛 是 美方選邊我請問你嘛 越南跟菲律賓過去跟他 跟中國 在這方面為了搗礁有打過仗的 不要忘記了 他有爭奪戰 越南打過仗 菲律賓也有 菲律賓是被打 被打 被趕醜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有醜 他現在還死守仁愛礁 是 那還搞個破船在那邊搞 對不對 那這個事情今天會變什麼情況 哇 不得了了 那這些小國一定會有接觸戰果 因為只要你 美軍的航母 只要放在這個地方 重兵 重兵這個布城 布局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越南跟菲律賓的底氣都夠了 當然 老大地 我傲兵 我就敢打架了 我就敢打你嘛 越南怎麼不敢打呢 越南就是海空軍輸他而已嘛 越南現在有這個老美在後面 他一定動手的嘛 越南一定會動 當然動手 因為他們不管是那個海域的問題 是他國內的民族主義的問題 還有他所謂的石油的問題 對 石油開採船都不行 通通都有理由要動這個事情嘛 他這個時候 此事不動 還要帶核鼠 當然 這時機一錯 這個時機會變化的 哪一天中美又好了怎麼辦 所以這些小國一定會動 然後你剛剛看 談到的八月份的演習嘛 這時候臺灣的角色變成非常重要 為什麼我提到台海跟南海 因為 台海被捲進去了 台海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中華民國的 所謂的防空識別區的西南海域 西南海域的西南空域 那個上空是什麼上空 跟我們的澎湖 我們的東沙是什麼上空 那個就是美軍要進入南海的 咽喉 咽喉門戶嘛 是喔 那這個地帶 如果說我們這個 所以臺灣自然就變成要幫美軍 你說就在這個區域 就是這個區域 這個是美軍非要控制的區域不可 這個區域一定要有人控制住嘛 所以臺灣變得非常重要 臺灣在軍事上要去幫美軍守護住 這個區域 讓這個的空域跟海域 完全都能夠讓保證 美軍能夠自由航行 能夠進出嘛 如果咽喉沒有防守住 就變成解放軍的一個射擊區了 那還有潛水艇在下面 那這個航空已經進不去了嘛 所以這個我們臺灣角色變成 變成一個關鍵性的一個守護角色在這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更 另外一個 另外 所以這個是在軍事上的一個 軍事上的作為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要不要忘記 前不久 中國的解放軍的軍方還學著 就已經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可能性 什麼可能性 美軍會借我們的太平島 不要忘記 他不是講過 他是由美軍要借用我們的太平島 當作前進基地 因為太平島剛好就在南海的中央 是一個最好的位置 這個地方 太平島是有機場 太平島可以停西腰山洞 不要忘記 不是戰鬥機 他是可以停西腰山洞 他可以停陸軍 他可以靠陸軍跟海軍 暫時的停泊 他如果要跳島去打 快要去支援越南或支援其他的小國 去打那幾個軍事化的小礁 小的島礁的話 他現在有三個軍事化的島礁 他需要前進基地 太平島是最好的前進基地 你知道嗎 所以解放軍已經在推估說 美軍會借用太平島 可是我們不能借他 因為我們不是他的盟軍 所以他會假裝來佔領太平島 佔領太平島 美軍都登陸了 美軍登陸馬上把軍事化 那在軍事化的情況之下 那我請問你 那航母在哪裡都已經不重要了 這時候來講的話 那解放軍的空軍還有可能進來嗎 不可能 所以這等個事情 都是在最近一段時間推論 但是即將變成事實 要不要打 你能不能打 你敢不敢打 美軍一定敢打 因為這是代理人 中國敢不敢打 中國也非要打不可 所以這個打的話他打不起嘛 中國一定會輸 這是個代理人戰勝 不是輸給美軍你知道嗎 輸給越南 輸給越南這些小國家 這是一個最窩囊的事情 正好 今天台灣漢廣演習 漢廣演習裡面 我們有一個聯兵營出來了 可是聯兵營很喵 我們知道是 在美國的建議之下 在美國的編裝之下 我們所形成的 而且我們的對比剛好 誰 我們的對比 就是中國的合成率 而且我們的聯兵營 剛好把中國的合成率的缺點 全部布露出來 全部克了時事 中國在2014年 就特別要弄個合成率 很簡單 因為現在戰爭是複合型的戰爭 如果我一個營盾或一個鋁裡面 各種武器都有的話 這打仗是最方便的 所以中國2014年 就一直弄合成率 合成率 結果呢 合成率好不容易組成了 結果差到連解放軍都發文章 罵這個合成率 很差 連解放軍報 解放軍報 你說中國人民解放軍要選 美國的合成 聯兵營 搞了一個合成率 結果都失笑皮 四年解放軍報道寫文章罵 2018年解放軍寫個大篇幅 寫說當合成率遇見數字化 他們數字化就叫數位化 很簡單 他意思說他舉個例子 他說因為合成率是這樣 你可以想像裡面又有坦克 又有砲兵 又有工兵 又有偵察兵 然後又有無人機 然後又有陸海空的結合 對不對 結果他們在一場模擬演習的時候 他們合成營的營長 就說這邊要進攻 就派了他們榴彈炮 一陣狂轟猛辣 炸完之後 上面的長官忍忍問他一句話 你怎麼不叫空中之人 因為他搞不清楚 因為這巨型太複雜了 因為那個長官自己是砲兵出身 所以他不知道手上有那麼多牌 然後他看到什麼 他就直覺反應 就打自己最善想的那張牌 不是 那就是以前步兵的概念 因為步兵以前都有砲兵的觀測官 我直接跟觀測官講 我要打這裡就打這裡啦 他內容寫說什麼 你不可以身上背著數位化的裝備 可是腦子裡還在想過去的戰略 意思是什麼 因為中國跟中國的軍隊編制 跟臺灣很不一樣 臺灣從三等四官長之後 就有各級參謀對不對 殘一殘二 殘三殘四 抱歉 中國在營機以下 是沒有任何參謀的 是嗎 他們認為你營機以下 就是聽命行事就好 所以他們營機以下的 那種中階軍官 他不研究戰術 不研究戰法 他待在哪個地方 他就只懂那個地方的東西 所以當中國組織合成營的時候 抱歉他找不到一個複合型的人才 來指揮複合型的戰鬥 這是他們遇到最大的困難 所以他沒有情報官 他沒有坐在官 他沒有後勤官 當我需要情報官 我要跟人家來聯通 我要適到戰場狀況 甚至我要擬定作戰計畫 我需要別人支援的時候 他沒有參謀 是啊 參一參二 參三殘四 人事情報作戰後勤 這是我們臺灣權再清楚不過 抱歉在中國專制體下 他告訴你引擊一下 你不需要有腦袋 我叫你指哪打哪就好 所以這是他們面臨合成營 組建之後最大的困難 他們花了非常好幾年 一直在磨合這件事情 可是抱歉 臺灣合成營 就是在美國手把手下交下來的 我們臺灣的合成營很簡單 我們就是要對付他們 因為他們有合成營 我們就做個聯兵營 我們叫聯兵營 概念完全一模一樣 我們的聯兵營就是對他們的合成營 聯兵營一樣 十四輛的坦克 十四輛的雲爆 配破擊牌 反裝甲飛彈 一個營的有十四個坦克 十個雲爆 對 然後配破擊牌 反裝甲飛彈牌 針刺飛彈牌 居其組 而且還有無人機圖織分析官 以及陸海空三軍的聯絡官 陸海軍三軍聯絡官 是不是我可以直接調動空軍 我可以直接調動海軍艦炮 就是剛剛講那個例子嘛 為什麼不叫空軍支援嘛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臺灣 在一開始就想得很清楚 我們就是要破對中國合成營的問題 而且這種東西 重點是美國手把手來教我們 為什麼美軍對於臺灣那麼重視 很簡單 因為美軍在二戰的時候就知道 他們不是有跳島戰略嗎 什麼島都跳 就是不跳臺灣 臺灣是個超級硬骨頭 根本啃不下來 他那時候先把關島打下來對不對 關島打下來後他可以選擇打菲律賓 可以選擇打臺灣 甚至選擇直接小琉球或日本對不對 抱歉 他選擇打菲律賓 那不是因為麥克阿森的關係嗎 那時候是說 麥克阿森撤離菲律賓之後 他說我終將回來 因為面子之爭 對啊 哪有什麼面子之爭 戰爭沒有面子之爭嘛 就算麥克阿森有面子之爭 美軍上面掌握也不會讓他有面子之爭吧 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整個臺灣已經被日本要塞化 要塞化 臺灣有全東南亞最密集的機場 我說在二戰的時候 而且臺灣的深水港 除了港口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整個臺灣被日本武裝到牙齒 所以臺灣變成是一手難攻 你說在二戰的時候 就變武裝的這麼嚴密了 是 所以說那時候 而且他還有全 當時整個東南亞或是整個東亞 最密集的地下通道 最密集的防空道 所有碉堡很多都是二戰留下來 日本 日本剛好我們現在都還在用嘛 所以說那時候跳到美國是怎麼跳的 美國打下官腦後去打菲律賓 菲律賓照說網上應該打臺灣對不對 跳過臺灣不打 打小琉球 到小琉球打下來之後 丟原子彈打日本 中間完全不打臺灣 很簡單 因為當臺灣被要塞化之後 臺灣就是一顆超級硬骨頭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也是承襲這樣作戰思維 臺灣現在也被密密麻麻的反導彈 跟導彈包圍住 所以你聽說現在美國也要把臺灣 變成硬骨頭 很簡單嘛 我們就是要阻擋中國離開第一島鏈 可是所謂臺灣的核心在哪裡 在哪裡 就在澎湖 澎湖 我們一直以為是在金門 過去巴赫山炮戰 金門不是在最前線嗎 破擊炮打一打去 抱歉那是幾公里的時代 當現在飛彈的重生是150公里 200公里的時候 當現在戰鬥機的作戰半徑是300公里 500公里的時候 哪一個島在海的正中央 它就能夠擁有最大的影響力嗎 澎湖有這麼厲害 所以觀眾朋友想像一下 澎湖位於哪裡 就在台灣跟中國的中間的海域 對不對 所以當澎湖 我們對於台灣很清楚 我們上面布滿了天空三行 布滿了雄風二行 那有天空三 雄風二 對 天空三行做什麼 做攔截飛彈對不對 攔截高度70公里 所有中國射出來的導彈 我們不用在台灣防守 我們澎湖可以先 第一時間先攔截 所以你的飛機也一樣 幫你打下來 一樣打下來 那雄風二行做什麼 直接打船對不對 雄風二行反艦飛彈 所有中國人開出來的船 雄風二行的出戰半徑是120公里 等於整個台灣海峽 都被雄風二行籠罩的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我是中國 想派戰鬥機來到台灣的時候 抱歉 你先經過澎湖的天空三行的考驗 然後如果派軍艦 你先經過澎湖的雄風二行的考驗 所以重點是我們現在都在研究 我們都希望天空三行的增程型 就增加射程的飛彈 然後雄風三行希望增程型 增程型它時候防守半徑 大概是300公里 400公里 等於是中國的軍艦 一開出大家門 就會在雄風飛彈的射程範圍之內 而且重點是我們澎湖上面 澎湖上面的陸戰隊 澎湖上面的迫擊爆 全部都武裝到牙齒 所以對台灣來說 整件事情很清楚 我們戰隊目標太清楚了 如果今天中國要打下第一島鏈 要打台灣 要打下台灣 要打澎湖 所以對我們來說 澎湖的手臂現在叫做重中之重 而且重點是當澎湖的手臂很嚴密的時候 中國打澎湖 每浪費一個小時 台灣就多一個小時 來集結我們的兵力 每浪費兩個小時 美國就從關島派航空間 就多兩個小時派關島來支援台灣 所以整個戰隊佈局 其實就像一個捆龍鎖 把中國鎖在中間 所以難怪中國現在會越來越焦慮 佩晨 現在中國除了面臨 美國排山倒海的外部家裡外 我們現在內部剛才講的 貪腐問題現在也開始爆出來了 結果我們之前有介紹獨三線 我沒有想到 中國這兩天也大幅的報導 獨三線欠錢的問題 一個小小的線 欠了四百億 我看到這是今日頭條 他們有週刊 甚至他們有自媒體 還親眼地 親自地跑去當地去看 這個消息出來了以後 有更多資料跑出來了 這太不可思議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才說 根本不知道這個四百億人民幣 到底是什麼欠出來的 結果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什麼 就是有自媒體跑到去拍 說到底這個錢 他們也很好奇 這是鐘樓 是 這個鐘樓就花了三千萬 另外這個銀行大樓也花了三千萬人民幣 你現在看到三千萬都是小數目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窮地方 從頭到尾只有三十五萬的人口而已 結果你看這個 都不夠六千萬 這三十五萬人口裡面 現在有十七%是屬於貧窮人口 所以六個人就有一個人是屬於貧窮人口 結果現在他告訴你什麼 他整個他的獨山縣 要建立大概十個一個招商區 然後這個人就跑去他說 你蓋這麼多的地方要蓋什麼 這個地方也很有趣 他現在告訴你說 你要去看一個地方 他的發展怎麼樣去看哪裡 看他的博物館 所以他就跑到他的博物館 然後跑到博物館說 這個博物館花了大概有兩億人民幣蓋的 防溫 防火 防水 非常厲害 兩億人民幣 十億台幣 結果你看看這些東西有沒有 根本就像是藝屋裡面的一個路邊攤的貨 所以他就看了一下這樣說 哎呀 怎麼全部都是驗品啊 驗 都假的 都假的 一個兩億人民幣蓋的一個博物館裡面放 全部都是假的東西 他說這個就像什麼 我總結一句 就像是用裝甲車來運甲鈔的一個概念 他其中有一個大學最誇張 你拆所大學要花多少錢蓋 多少錢 他預計一百三十五億人民幣 一百三十五億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他要有十個校區 而且這十個校區我還在念給你聽 土耳其的地中海大學 然後包括英國的一個賀林福德駿大學 他說他要全世界把那些道學全部都招來 那有蓋好了嗎 有學生進來嗎 大概不到兩萬人 然後十個大學連他們自己說什麼北京大學要進去 也從頭到尾都沒有進去 但是你就知道說他們浮爛的一個編的預算的狀況之嚴重性 然後現在他們就開始去查 查到說除了這之外 包括我們之前有提到那個水絲樓 水絲樓這個部分我跟妳講最荒謬的一件事就是水絲樓 它是一個在整個一個區域裡面叫做靜新古區 靜新古區水絲樓只是它的其中一個建築物 你猜這個整個金新古區它規劃多少錢 120億人民幣 這個東西要120億 然後現在變成這個爛尾樓 然後你現在看到這個地方是花了56.5億人民幣 造的一個叫做盤古莊的一個開發區 這個盤古莊開發區佔地大概一平方公里 在2013年開始蓋預計要蓋成了大樓 整個平方公里的建築面積是 110萬平方米的一個綜合的一個大型的 一個商業大樓 結果你知道嗎 整個全部蓋好之後發現網路上可以查到 曾經辦過的活動是2018年1月5號 當時弄了一個經貿合作區 然後那個潘志 我就當了縣委書記也在這兒就這樣 沒了 完全沒了 就一個活動 就一個活動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們就講說現在很可怕的事情是 他們現在一個一個去開始攤開來之後 才發現他們原來400億人民幣 全部都是亂砸 現在他們開始整個獨山縣財經非常窘困 因為你400億的一個欠款 你光一年的那個利息就要40億元 他們人民的收入一年整個縣才10億元 根本是入不敷出 連利息都付不出 你不要說還本金了 而且你知道35萬人裡面 他們這樣算下來平均一個人是背了11萬人民幣的一個債 所以他們現在都開始怎麼辦 他們現在2019年的計畫是什麼 開始大拍賣 大拍賣 就是他們只要現有的土地 包括不動產 包括他們已經弄蓋好的爛尾樓 能賣就賣 想盡辦法就是要籌錢 籌錢幹什麼 就是要還現在所有的一個400億的債款 他們現在的一個獨山縣的一個官員不具名 就說我們獨山縣絕對不會欠一個責 就是一定會把這個整個財產 你怎麼還 對他就是想盡辦法要還 那我們現在聽到這個400億已經覺得很誇張對不對 你知道嗎 還不是只有貴州的獨山縣有這樣子的問題 後來網友再進一步去搜它之後 他發現什麼你知道 他說400億可以做多少事啊 我的老天 華為海滋建設的一個光交換金圓工廠 也才18億的人民幣 然後長江儲存的國家儲存的一個基地 才1600億 不要講別的講一個相近一點 合肥長新的國產低潤的一個債 也才500億人民幣 結果你一個獨山縣就花了400億人民幣 然後他現在開始匡列 現在所有網友開始一起辦案 什麼意思 有沒有看到河北 石家莊 霍哥華茲 這也是爛尾龍 也是爛尾龍 他們自己有一個哈利波特 他們要copy哈利波特的一個學校在那邊 還有呢 三河有天子大酒店 這也太早了吧 福禄壽 對 不知道要蓋什麼 酒店為什麼要蓋成福禄壽 還有重慶有一個模範城堡 最好叫做這個邯鄲 有個超級大白菜 我都不知道這個大白菜蓋在那邊 到底是有什麼用意 所以現在你知道中國 因為我們這樣子 我們那個關鍵時刻開始披露之後 就全中國也開始大辦案 開始幫我們追查 到底那獨山縣的400億是怎麼花的 對的 我們來講 戰爭是兵凶戰危 你再怎麼樣都可能出現非常危險的事情 這個是好人查理 以前也來過西太平洋的 這個兩棲突擊艦 居然就在自己在船屋裡面 就這樣子燒起來 燒起來不打緊 這艘船要報廢了 對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啊 這一艘兩棲攻擊艦呢 好人查理號啊 它就突然間 那麼就發生了這個火警啊 應該是爆炸 然後爆炸了以後呢 就起火燃燒 船上直接爆炸 對 我們看到了 就起火燃燒以後呢 就冒濃煙啊等等的 造成這個受傷的事件 然後一大堆的 你要知道 雖然它是停泊在這個港口啊 但是顯然它的火勢非常的大 所以經過這樣的一個火勢 那麼經過不斷的這個蔓延以後 但搶救了以後呢 可能這一艘這個登陸艦呢 攻擊艦呢 很可能就會因為這樣子毀於一旦啊 事實上要像現在 像這樣的一個這個 船艦大型船舶的火警 大概都是這樣 我們過去在高雄的相關的 這個貨輪的爆炸事件 對不對 也是這樣 非常難救 那其實我們過去台灣的軍艦 也曾經爆發過 這個發生過這個鍋爐爆炸案 也造成了好幾個人 傷 重大傷亡事件啊 那麼在船艦上面 包括鍋爐 包括用蒸汽鍋爐的地方 包括有油管的地方 也很容易發生這樣的 莫名其妙的一個爆炸事件 那如果你裡面有這個彈藥庫的話 那更不得了 整個船艦全部都爆炸 就炸掉了 所以呢 事實上 不管你是世界多厲害的國家 不管你是美軍 不管你是中國結婚軍 不管你是俄羅斯 如果你的正軍艦呢 事實上一旦發生意外的話呢 那麼通常不是花很多錢而已 甚至於嚴重所及 會整燒報廢 嚴重影響你的戰力 勇德軟骨速教員令 關鍵時刻讓你八倍保階 加碼載送八千八購物金 點擊右上方資訊卡 馬上賺